管理人员要求民众拿出身份证确认符合分流标准才能进入 这里是日前刚副业的七土男星市场 为了强化防疫作为 金融市场林又昌宣布 从6月1号起各市场实施强制分流 依身份证尾数单号单日去双号双日去 那昨天因为传统市场是休市 那今天早上我们金融市所有的传统市场 一律强制进行分流的一个动作 也就是我们会依据身份证字号的尾数 然后三五日你就是单数去消费 然后二四六你就是双数去消费 我们在今天的所有的传统市场都已经强制来落实 实施第一天市场管理人员表示民众大都能配合 会不会请一旧的进去买就好了 好好好没有吵闹的啦 不会你还好 参马民众也认为宁可安全一点照规定走 贪商则直言强制分流做法的确让来市场的民众变得更少 不过他们也很担心长时间下去恐怕会影响整个市场营运 就是人潮确实有点少很多 大家还是会参加 分流有没有影响 今天这些市场的感觉是有明显的影响 我跟你讲市场一定要人多 人多才会热闹 然后热闹摊商要多 你出来这个没有那个没有 金融市这种方面表示 金融市全市13处市场不管是室内或户外 都采强制分流的做法 在疫情持续下 希望透过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 维护摆摊业者与采满民众的安全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